继续来看到重大的交通讯息 规划多年的北宜直线铁路 确认从台北南港经过双溪到宜兰大溪投程的路线 从南港到宜兰缩短只要47分钟 针对新方案的定案 县府尊重专家意见 不过也建议要酝酿分离 其中路线必须要规划出短程从南港到宜兰的班车 让铁路结韵化 交通部拍板定案 北宜直铁采新方案2 路线为避开翡翠水库集水区 绕行新北双溪到宜兰投程大溪 预计从台北到宜兰 车程最快可缩减为47分钟 对于路线规划的决定 县府尊重专家意见 初步已经决定采用路线新方案2的部分 新方案2是从南港出发 然后经过双溪到大溪 然后会在宜兰的乌士港新设一个站 然后再到投程 那整个路线这样从台北到宜兰站 大概会用47分钟的时间来做通勤 那宜兰县政府在这个部分是在会议上有表达尊重专业学者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完工通车后台铁列车最高时数可提升至130公里 宜兰将成为台北通勤圈范围 对此规划 县府也强烈建议交通部 台铁南港到花莲改善计划 除了未来长城营运路线南港到花莲之外 也应规划短程南港到宜兰专有路权的车次 让铁路捷运化才可疏解国道5号的交通量 那我们来考量宜兰的这个发展 希望还是尽量能够提供一个 能够时间缩短台北到宜兰这样的一个通勤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那同时也在会议上面 我们副县长特别提醒也要求 在未来整个铁路运输上面 应该要采长短程分离的这样的一个营运的方式 所谓长短程的分离 就是说不能够把台北到宜兰的这个交通需求 视为是台北到花莲到台东 这样的一个整个车程里面的一个段落 而必须要特别独立拉出来 考量台北到宜兰之间通勤的需求 来特别安排这样的一个通勤的班次 而不能够以这个区间车来行驶 然后这个用配票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希望透过北宜之间铁路的这样的一个兴建 能够提供给宜兰乡亲 或者是在宜兰居住台北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民众 很好的通勤的一个选择 北宜直铁新建经费为491亿元 最快明年可完成细部地址钻碳测量规划 还评通过后 施工期为11年 最快2026年完工通车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等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